无心是真心 有心就是忘心 这个无不是什么都无 为什么说他无心呢 大乘法里面常讲 无念是真念 无念是不是什么念都没有呢 不是 这个无很难懂 无心是真心 那个无心之心是尽虚空编法界 他是什么样子呢 刚才我们说过 他是真诚 是亲近 是平等的 是觉悟的 是慈悲的 这是无心的 有心 有心这个里面就有了妄想分别之处 所以有心是忘心的 无心是真心的 这有无两个字 注意细细地去揣摩 细细地去体会 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才能够 付出一个道理 凡是说 有心 有情 有爱 全是假的 虚情假意 为什么呢 你已经有了分别 有了执着 有了妄想 这就还没有人家 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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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